东西是我的 我奉劝阁下还是离去的好 一名中年男子盯着另外一个人 两人的实力不相上下 若真是强起来 谁得到东西还不一定呢 就凭你 他呼得掠上前 以极快的速度朝前面 树下的轻衣少年袭去 利人见状 咒骂了一声 也提起往前掠 目标是那树下的少年 可谁知 就要伸手袭上之计 那原本闭着眼睛 仿佛醉倒的少年 竟突然睁开了眼睛 还咧嘴冲他们一笑 哼 声声将他们两人吓了一跳 想要收手时 已经来不及了 只见那少年突然出手 抓住了两人的脚 一拉 将他们拉倒的同时 又将脚提了起来 抽出两个腰带 将他们两人脚绑在一起 倒吊到树上去 两人的脸色 也在瞬间变得苍白 要知道 他们都是原鹰级别的修饰 可竟被一个少年一招 给倒吊了起来 双手也不知怎么铲得 这被绑到了一起 无法动弹 我看你们呢 跟了一路也累了 这不 让你们到树上 好好休息啊 手一动 两枚银针 刺入两人的穴位 两人倒出了一口气 只感觉身体突然一阵酸软 紧接着 一身灵力气息 也跟着消失无踪 怎么会 你对我们做了什么 凤九拔出银针 笑眯着眼 不用太感谢我 就是给你们点教训 嗯 乾坤蛋 行了 你们就掉在这里吧 看着那少年转身就走 你别走 别走 我们的灵力气息怎么回事 你到底对我们做了什么 你回来 凤九则挥了挥手 不多时便身影消失在小道上 直到傍晚时分 他终于来到跟雷霄他们约定的地方 一走进那片小树林 便感觉到暗处有人盯着 往前走去 便听见惊喜的声音 队长 是队长来了 我队长来了 紧接着 便见林中陆续出现一个个黑衣人 他们在看到那抹青衣少年时 眼中皆是喜意 队长 你平安回来就好了 我们原本还担心着 你不知会不会被困住呢 哦 就是路上有些事情耽搁了 对了 大伙都到齐了吗 还有一队没回来 不过明天才到时间 应该没事 雷霄走了出来 那就好 他点点头 跟着他们来到小树林里面坐下 都是今天到的吗 是的 我们也是刚到不久 薛三说着 这样吧 叫几个跟我进城 去买些日用的东西 身上的黑衣 有暗夜圣殿的印记 也得换下